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香港口岸坐落于香港国际机场东北海面总面积约150公顷的人工道上 为经港珠澳大桥进出香港的旅客及货物提供出入境检查服务 由于临近香港国际机场 施工时必须严格遵守高度限制 不能干扰附近航班起降 因此 在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天幕的安装过程中 传统的调运方法并不适用 经研判 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组装合成法完成的搭建 最终 波浪弦的天幕配合人工岛四面环海的自然景观 也成为旅检大楼的一大设计亮点 这个就是大楼的天幕 你看到这些是一些树形的基础 令到整个大堂的空间增加了 还有你看到很多这种配件都是在雨浪场里面完成的 所以令到整个施工过程一路加快了 质量都是增加了 由香港口岸一路往西 12公里的香港接线从人工岛向西延伸至粤港分界 由于大桥主桥位于内地水域 按内地法律采用靠右行 与香港惯常的靠左行不同 因此 香港接线路段的行车安排也独具匠心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考虑这个细节 在香港连接路根据内地采用靠右行的安排 因此从主桥开车往香港的爆炸 使用一级按靠右行的开设习惯 进上港连接路 抵达香港口岸的人工岛号 再跟徐路标的指示 车位进入车辆通关广场 和水顺队的衔接道靠左行的安排 作为首个由粤港澳三地在一国两制之下 共建共管的超大型跨境交通基础设施 港珠澳大桥香港端的建设 无处不体现出设计者的智慧 为妥善保养大桥及迅速处理 在大桥出现的事故 大桥在接近越港分界的两个位置 设有掉头设施 两地政府的车辆可在大桥上执行工作 并使用掉头设施返回两地 从珠海连接线开始 四座隧道 四个人工岛 以及绵延四十多公里的桥梁 从高处鸟看 犹如用一根迎线 将散落沧海的明珠串联起来 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珠联碧合的美好寓意 更象征的港澳两地 与中国内地跨越林丁阳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大桥的开通有助香港融入 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也都促进大湾区各城市的互联互通 随着疫情的缓和 相信越港澳三地的经济活动 将会逐步回升 香港特区政府陆正署首席政府工程师 黄建波在港从事建筑行业多年 他亲身参与了港珠澳大桥 香港端的工程建设 已见证了回归二十五年来 香港特区跨境基建的日益完善与成熟 两地社会 经济 贸易 人文正是通过这一座座桥 一条条路互通交流 越走越近 香港在1997年回归的时候 当时只有罗湖 洛马州 敏感度 和沙头角 四个六路口岸 在回归以后 香港政府先后完成了多项的跨境基建 包括2007年开通的深圳湾大桥 和洛马州之事 还有2018年开通的港珠澳大桥 和高铁香港段 以及2019年开通的香源围公路 另外 香港政府在去年 亦公布了北部的汇区发展策略 当时亦建议了一些新的跨境铁路项目 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